他们的行为怪异偏僻 他们的记忆残趋不全 不同寻常的现象背后 亲人们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痛苦 健康之路带您探寻大脑的奥秘 敬请收看大脑中的雷电 雷电 探索我们的身体奥秘 各位好 这里是健康之路 刚才的视频里边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他们都有着怪异的行为和举动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种病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一位专家为您来解答这些问题 王正伟 北京师济谈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 神经外科博士 北京市抗癫痫协会委员 从日本国防卫医科大学留学归国后 一直从事癫痫的研究治疗工作 王正伟 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视频短片里边 有很多人行为非常的怪异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他们怎么了 它呢是大脑内一个部位的局限性移常放电所引起的 放电 对 大脑里放电了 是的 这个听着挺吓人 这是一种什么电 正常呢 220伏 可能达不到 但是呢 它是超过正常的细胞正常的功能的电活动 我明白 其实是生物电 对 这种放电它对人是有危害的 对中常生活活动是有危害的 这种放电的是不为病态 这种由于脑细胞突然短暂过度放电 而治的脑功能失调就是癫痫病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阳脚风 历史上有许多名人都是癫痫病患者 比如哲学家苏格拉底 古罗马的军事政治家凯撒大帝 还有拿破仑 牛顿 化学科学家诺贝尔等等 画家文森特梵高 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癫痫画家 科学家解释说 大脑的损伤改变了梵高看世界的方式 并直接使它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 当他癫痫发作之时 也正是他事业创风之际 正常的大脑它是由生物垫控制着周围的脏器器官的 那么这个正常的放电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音乐 它有节奏 也有波速 听起来是悦耳的 但癫痫它这种放电就类似于噪声 它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 我们不想听到的声音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图形学的角度来讲 正常的放电的图形和癫痫发作时候那个图形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有实力给我看看 可以的 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状态下 病人的状态情况 这种波形是我们正常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应该具有的 叫80到12赫兹的α过谱 它很规则 对 很规律 它有节奏性 对 这一段时间很密 这一段时间很松弛 就类似于人的呼吸一样 有吸 有呼 我们来看一看 癫痫发作时候 这个患者的 这叫脑电波 这个你会看到什么 首先给你感觉它不整结 它很乱 那么为什么就在这个区域 我们记录到了 它这种异常放电的波形 这个我的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感觉特别乱 看到我心里边觉得燥 很多毛刺 很多蕊利的波形 后面加上一个很大的波幅的慢波 这就是噪音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呢 就是由癫痫这个病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点 癫痫病发作是瞬间完成的 瞬间 瞬间完成的 那么第二个 它发作的本人是没有意思的 它是不能够记住这个发作的过程的全过程 它无法向别人去表达我这个过程 古代罗马的时候它不认识 那么认为这人是中邪了 那怎么去处理它呢 那就拿使徒去砸这个头部 因为中邪了 就给它砸出来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两者死亡了 所以这是有古了 古过去 癫痫病不被认识 您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癫痫病的患者 他们在发作的时候是突然间的 对 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突然间一下就会发作呢 1996年在日本Pokeman动画片 它在动画片播送的时候就有一个小伙子 他在跑斑马线 这个斑马线它是一种相间的斑马线 但是跑的过程中它切换的频率就过高 在30赫兹左右 那么在全日本就同时有300个孩子同时出现抽搐 都是在晚上五点半的时间都是跟这个科学伙子看 这个动画视频有关系 那么这一部分是什么 就是这种由这种光频闪动刺激 就是闪光刺激 优发的癫痫 这种就是一种急症软癫痫的一种常见的 它对互动的频率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对 对这个病人 他可能是这个诱因 另一个病人 他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可能对某一个温度的水 像比如热水 70度热水 我们正常洗脚用70度热水 应该可以觉得很舒服 但因为热水放到 他把脚放进去 他就会戳出 有那么多的诱因 或者说生活当中可能对我们来讲 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于有些癫痫的患者来讲 恐怕就会导致他们发作 对 癫痫是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发病原因很多 大多数是由于脑部先天发育障碍 或脑部的病变 以及脑外伤所导致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 癫痫的患病率为千分之七 目前我国有超过900万的癫痫病患者 癫痫病严重的折磨着病人的身心健康 也给无数个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老于家住河北成德 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家庭条件不错 本该与妻子女儿过着幸福快乐的小日子 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 女儿洋洋的一次发烧 却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 女儿的举动吓坏了老于夫妇 他们赶紧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 医院确诊 杨阳患的是癫痫 从此老于夫妇就带着杨阳辗转求医 希望能够把女儿的病治好 她在外面工作 就是我在家里带着孩子 也是听说哪儿瞧这个病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回来带孩子就走了 我俩就带孩子出去就瞧去 为了给女儿治病 老于夫妇不知去过了多少地方 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 他们也越来越感到焦虑 你看你自己的孩子 越来岁数越大 你说将来咋办 你找个对象 你将来就说 师父他自己过日子 你说你咋办 这玩意子 对着我们做父母的心情压力 绝对太大了 孩子就算 他就知道我是发高烧 他个人也说 这会儿像这会儿大了 他就说那个谁都不愿 说不愿 他说不愿 妈 不愿意 我自己这个弟弟 女儿的懂事 反倒使得老于夫妇更加内疚 难道女儿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了吗 我首先要讲非常感谢老于 因为中国人很多传统的观念是这样 就觉得说家里有一个病人 好像不大愿意跟别人去讲这事 但是我想可能今天我们很重要 一个是要请您来跟我们讲一讲 家里有一个病人 您是怎么样去经历这个过程 怎么样通过这个治疗来认识到这个病 给很多更多的患者一些启示 大医院也没少跑掉 什么天经北英上海了 这也可以说真没少跑掉 当爹子多不容易 他自己有这个情况 周围的这些 比如说同学或者小朋友 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他上学也会受到影响 他可以说是上到不到四年级 小学四年级就已经就退学了 念不了 因为在学校儿的他要犯 说躺在那就躺在那 说犯师父连同学老师了 师父可以吓一跳 后来就自动就退学了 就不念了 更多的不是语言 是一种环境 你我能坐在一起上课交谈 他出现这个人 他就回家了 别人能上学 我上不了学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被遗弃 对 你就会被社会所拖离开 那是很孤独 无奈 那一种很深层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其实是 癫癫病给患者自身和家庭 带来的更深一个层次的伤害 甚至比癫癫本身更伪重 就给家庭带来的 他限制他的社会属性 我学习工作 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癫癫病是不是有很多工作不能做 比如说当司机 驾车 按照我们国家的交通管理法的话 有癫癫病死的是不允许驾死的 但是事实上还是每年都有相应的情况发生 我们见过来的病人 他在高速路上行驶 他突然就会发现周围所有的物体是静止的 有相应是静止的 但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车数是八十数以上 他知道自己要发作 他也自能是停车 还有的电阶病人发作以后 他也能开车 他开着车回家了以后 他就会发现我今天应该是在公司 组织一个大型的会议 那么我这时怎么愿意我到家里来了 那么他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 我们叫复杂自动这个过程 那这起伏就跟人家说的那个梦游一样吗 梦游的一部分就是癫痫的现象 癫痫病的一种 所以其实癫痫在发作的时候 它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 是的 千变万化 但对于一个个体 一个病例而言 它是非常刻板的 反复出现的现象 我过不过满路的时候 那么大家都急匆匆走 突然这小公里突然就站住 不动了 那么的话 这叫什么情况 就是食神 他跑度过度跑度以后 我们叫过度换气 他就会容易诱导出来 所以这12岁到16岁的孩子 他突然就立在马路中间 他不动 非常危险 对 就食神发作 我是裁缝 我在运衣服 我发现我最近运的衣服总在糊 什么原因 他在运的时候突然食神 停了 然后再接着运 发现这个底部就糊了 老于咱们这个孩子 最常出现的情况是什么 不管什么地方 我说躺那儿就躺那儿 随时说躺就说躺 就是完全身体就是不受控制 不受控制 因为你像我这个病例了 我到哪个医院 要拍片子 各方面的一个程序 检查 现在都在手里搁这儿 每个医院都在我这儿 老于都快成了半个专家了 所以我跟老于聊这些 我也是特别想让电视机前 更多的朋友 就是能够感受到 癫痫病给这个家庭 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 而且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城里边 可能要稍稍好一些 广大的农村地区 比如说一些小城市里边 对于这个病的认识 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有各种各样的 所谓偏方 所谓这种很奇怪的 这种治疗的方法 你听说过 或者你们试过的都有什么 羊鼻子里的出来的虫了 什么 什么就是农村 叫那个下属脑子了 那是什么 一种虫还是一种动物 说是能治这种病 还有很多很多种 怎么就让孩子吃 就说是给它盐碎了 就说烤啊 包啊 那种面 下来以后吃 王医生 您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 您还听说过什么比较古怪的 皮子多了害得多了多 各种各样的植物 动物 凡你想象得到的 它都有经历过 所以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一个治疗办法 癫痫呢 虽然它是一个瞬间短暂的一个疾病 但是它也是可以用科学方法 正确的去诊断治疗的一个办法 那么呢 应该是大家的给 就是癫癫患者有耐心 为了给女儿治病 几年间 老于夫妇四处求医 使用了各种办法 可依然没有效果 女儿的发病频率 却越来越高 怕女儿会在发病时伤到自己 老于夫妇更是整天守在女儿身边 一刻也不敢离开 那也实在是治不好 那也没治 那养一辈子也就得养 你自己就认了 自己的孩子 眼看治疗无望 为了生女儿 在他们老了以后有人照料 老于夫妇在养养十岁的时候 又要了第二个孩子 小平 2008年 在杨阳18岁的时候 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 足以改变她命运的消息 后来他这地方也是通过 一个亲戚 唐那孩子也有这个病 唐那孩子在这边 在那个王主任那 说治好治半年了 以前也是天天犯 还说半年了没犯 说通过这手术 就这样 老于夫妇带着女儿 在2008年的时候 找到了北京世纪潭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的 王正伟主任 经过手术治疗 杨阳大脑中的病变部位 被成功切除 一家人终于摆脱了 笼罩在头上的 十多年的噩梦 杨阳也回到了 正常人的社会 乔半年回来 都是病好了 你两年不犯命了 他就两年就做十字秀 你还亲近朋友了 他就送你 以后我就想着 找婆家 就是近点点 互相应有个照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 整个店间这个群体 如果按照100分来处理的话 那么20%的病 25%的病人 他一生只能出现一次两次 他并不影响学习和生活 这部分病例 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 还有一部分 它是阶段性的 那么他可能是在5岁 到12岁到16岁 在青春期之前以后 他就会消失了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叫良性典型 那么他可能用少量的药物 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 还有一个病人 他是需要长期的终身服务药物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还有一部分病人 就是最后的一部分 四分之一的病人 这部分病人 不管你怎么调整药物 他都能让我发作 我们按照这种病人 叫活动性典型 我们就会通过 外科首付的办法 把这部分切掉 能达到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协调 能够治愈癫痫的目的 很多人特别担心说 医生跟我建议 要在脑子里做手术 说把那个有病的地方切掉 大脑 这是控制人体的 那么重要的器官 你切掉一块 多可怕 硬核一个事情 它功能达到最佳化 那么它都是 整体和部分的统一 如果它部分之间 互相不协调 那么它整体功能 一定是差的 那么如果是 部分之间协调了 同样一个团队 我四个人 那么缺掉一个 另三个人 代替他的工作 那么很好的工作 这就是一样的 大脑也一样 这个部分缺如 那么会其他部位来代替 代差 脑子有同样的储备 和功能 再分布的功能 这是脑的本身 它的储备能力 也奠定了 这个功能 神经外科的基础 把一部分 病变去掉以后 达到整体脑功能的提高 所以咱们孩子 接受手术 是多大年纪 他做手术 已经18岁 18岁了 就是手术做完之后 你觉得 手术前后手术以后 除了这个病不发作了 孩子的给你的感官上的变化有什么 他没做手术之前 眼睛特别发呆 发直 特别明显 通过他的手术 现在将近两年了 实际做完不到一年 明显的看出特别正常 现在给人感觉这孩子没病 曾经也没得过病 看着特别正常 有灵气 眼睛有神 以前特别发雌呆板 可以说我特别感谢王医生这事 我说这孩子如果这次要说在这看不好这个病 可以说要放弃 通过王医生来了 你说他这点也做这手术给治疗好了 我可以说从发自内心的 我说特别感谢 非常感谢 王正伟医生从事癫痫病的研究治疗工作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走进他的办公室 记者发现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办公室里有一面电视墙 从这一排排的监视器上 医生们可以看到功能神经外科 每个住院病人的实时动态 这是为了让医生全天24小时 对病人的发病情况进行观察记录 在王主任办公室的墙上 我们还发现了几张特殊的表格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 他曾经治疗过的每个病人的信息 细心的王主任 对每个病人的情况都如数家珍 我会对每一个病人都那么认真的去记录 而且我觉得你的记录 让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随便提到谁 你马上就能想起来 我想你作为一个电间外科医生的话 要有责任感 要有用医生自己的知识 能够帮助病人去解决痛苦的这种责任 那么我们靠什么呢 就是靠我们医生对他的观察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尤其对电视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来讲 有很大的信心 就是这个病其实通过正确的治疗 用科学的方法去治疗 那这个电间患者 第一可以不再发作 第二他可以完全回归社会 跟我们每个正常人是完全一样的 我现在是完成了280例的电间外科手术 那么这里都有许许多的孩子 已经大学 有自己生小孩的 每回给我打电话 说我已经王医生 我已经有小孩了 生了八斤的孩子 王医生你已经当爷爷了 对 我经常听到他们报喜的电话 那么这样的作为我们来讲 病人出院了 他的任何一个过程都会跟我们 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会指导 所以下一个就是听老瑜家的孩子 传来好笑 对吧 结婚 然后再跟他生了 一定要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对 我们今天其实对于电前这种疾病 已经有了一些科学的认识 我们知道他不是中邪了 我们知道他跟什么精神病了等等 没有关系 我们也知道 其实他不是一种什么发作起来 就特别可怕的东西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其实电前病的患者 自身跟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需要得到周围的人 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我们再次的感谢老瑜 感谢王医生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的精彩内容 谢谢两位 感谢 谢谢 谢谢 这是一群特殊的女人 身体的缺失让他们的心灵 也蒙上了冰霜 他们生患重病 却拒绝踏进医院 他们走过艰难 却变得猜测多疑 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心路 谁会来拯救他们的心灵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